字幕提供 如果你問人家說 四大夜是有什麼必吃的 第一個一定會跟你說是 絲圓鹹酥雞 再來就是有 滷味還有鹹水雞 再來是 阿諾可麗餅 然後還有許記的生煎包 現在看到這件是不是 感覺我們給的鏡頭特別多 對!你真的答對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這家便當店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也是十年前的時候 在十年前對我來說有什麼吸引力 它的吸引力就是 它是泰式口味的便當 我要點的是 炭烤香茅豬排飯 這豬排還挺大塊的 上桌的時候就會像畫面上看到 它會先幫你把一塊一塊都切好 另外 它會給你一些 今天所用的這些配菜 有玉米還有 涼拌海帶絲 另外還有白菜乳 這豬排跟我十年前吃的味道一樣 所以說這是相當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老闆在店裡面也提供了他特製的 泰式酸辣醬 應該是酸辣醬汁吧 我最喜歡一次淋好幾匙 放在這個 我的這個豬排上面 然後一塊豬排會配一小片的檸檬片 再加一小片的辣椒 然後大口的把它放到嘴巴裡面 我為什麼會推薦這一家 泰式便當店 主要是因為 它價格不貴 還有老闆都是現場烤 也就是說你現點 他是現做的 有些朋友會問我說 欸奇怪你們台灣那麼多小吃 但是你們台灣的胖的人沒有很多欸 給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吃東西的地方附近就是夜市 吃完東西你當然會在夜市裡面走走逛逛 就像我現在吃飽撐著沒事幹 就會在這四大夜市的巷弄裡面 繞來繞去 等到等一下肚子又餓的時候 不見得要吃正餐 你就可以吃一些 譬如剛剛我們開頭看到的鹹酥雞 不然來一杯珍珠奶茶 或者吃一根手工蛋捲 再不然你也可以買一些煙燻乳味來吃 這邊除了吃之外 小巷弄也非常好掛 看到了沒有 這邊很多賣這種韓式服裝 或者是一些日式的服裝 都是老闆他們自己去跑單幫帶回來 所以本來是不會跟網路上面的雷同 都還蠻有特色的我 所以也蠻適合女生來這邊吃完小吃之後 花上一些時間買衣服或者是買鞋子的 阿對附近也很多藥妝店 我今天可能真的來得太早 如果是晚一點來的話 一定比現在熱鬧多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如果是女孩子的話 我特別推薦你們 來台灣的第一個晚上 一定要來斯大義的食物 保證你不會後悔 不小心 白天 好 這麼多 白天